关于一居海外怎么样,很多人和事都是去了才知道,没去泰国长居之前,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一些生活小细节或者有意思的事情,和走马观花的短途旅游不同。 当你认真在一个地方生活之后,你才会深深地体会到这里的人文风俗。 所以,我最近也特意回访了很多已经在泰国生活的朋友们,让他们分享一下,有什么事情是去到了泰国才知道的。 如果你准备规划去泰国生活,可千万别错过咯。 贫富差距很严重。 有资料统计,过去25年,泰国上层20%的高收入群体和下层20%的低收入群体之财富差距高达10倍,土地所有权也存在300倍的差异。 最夸张的是,存款100万珠,约合人民币20万,以上银行账户占1.11亿账户总数的不到1%,但存款总量已经占据整个社会的70%,所以普遍泰国人都不太富有。 没什么存款,工资水准也不高,也没有多少高薪工作。 有钱人在泰国非常聚集,基本都是精英家族或皇室。 你要是有个几十万的存款,你在泰国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小土豪了。 在生活成本较低的泰国,你可以把生活过得美滋滋地,过度超前消费。 泰国人很喜欢超前消费,这也是他们存不下钱的核心原因之一。 因为比起存钱心安,他们更追求及时行乐,舒服自在地度过每一天,享受生活比存钱更重要。 因此,很多泰国家庭其实都有负债,甚至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很大胆地贷款买车。 因为他们觉得有车是一件人生趣事和大事。 泰国人拥有第一辆车的幸福感,不亚于中国人拥有第一套房。 当然,泰国人这么喜欢超前消费,也是因为他们还款压力不大,贷款都有不错的利率。 加上很多本地人没有买房压力,家里的房子和土地都是永久产权,可以世代传承,没有房贷一身轻。 所以就很容易放飞自己。 当然了,这也他们社会风气有关。 低失业率,物价低,房贷低,佛教文化。 所以泰国人基本没有什么生活压力,超前消费起来也没什么心理负担。 三,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 生活在泰国一段时间后,多多少少会受影响。 但是我感觉为了追求幸福感,而适当提高自己的物欲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 毕竟人就活一次嘛,开心就好,严格管控烟酒。 前段时间,因为绿叶子、DM、合法的事情,大家可能会觉得泰国对于烟酒管控并不严格。 但其实,泰国在这些东西上管控是极其严格。 合法化不代表没有监控。 泰国对烟酒的管控力度非常严格。 在室内和公共场所,吸烟是被禁止的。 此外,许多海滩也实行经烟政策。 违规者将面临高达10万泰铢的罚款。 相当于约2万元人民币,并有可能被拘留入狱。 在泰国,只有少数便利店或商场提供烟的销售。 对于酒的管控同样严格。 泰国有严格的售酒时间规定。 只有在11点到14点和17点-0。 零零这两个时间段,才能购买酒类。 其他时间段是禁止售卖酒类的。 这些措施旨在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市民的健康。 让泰国成为一个相对前景,健康的旅游目的地。 买车很贵。 在泰国购买汽车的价格要比国内昂贵许多。 举例来说,一辆普通的丰田卡罗拉约在20万元左右, 而开美瑞大概要30-40万元。 而宾市的C级车,起步价格为50万元人民币。 泰国汽车价格高昂,主要是由于高税收。 同系列的日系车,比国内贵出大约30-40%, 而德系车则贵出70-80%, 例如Benz、BMW等。 然而,值得注意的是,泰国的皮卡SUV价格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地区。 因为泰国是皮卡生产国,而且柴油发动机得到政府的补贴。 尽管新车价格昂贵,但泰国的二手车市场也并不便宜。 这导致许多人选择购买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。 所以摩托车在泰国非常普遍, 也因此成为了许多人的选择。 所以,在路上,经常能看到摩托车大军。 不过呢,在泰国开摩托车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 泰国人开摩托车真的很狂。 每年,泰国的交通事故主要都是摩托车造成的。 嘟嘟车很坑。 有人说,去泰国旅游一定要坐一次嘟嘟车。 但如果你常居在泰国, 你就会发现嘟嘟车有时候是真的坑。 一是嘟嘟车,实质上就是摩托车。 司机开得快的时候很危险,很容易发生意外。 所以不建议经常坐。 二是,很多司机都是随意开架, 有时候会见人下菜碟。 如果你懂泰语,还可以和他掰扯一下。 不然,很容易被当成水鱼。 又或者,在上车前,就要和他确定好价格。 泰国买房很简单。 首先需要明确, 外国人在泰国不能购买永久产权的别墅。 但可以购买公寓并拥有永久产权。 而且税费和当地人一样, 用护照就可以买。 如果外国人想购买永久产权的别墅, 可以在泰国测公司。 测公司并不复杂, 一两周就能测下来。 而且费用相对较低。 不用实际经营, 当需要每年维护。 外国人在泰国购房, 也有贷款选择。 通常,首付比例是总房款的30%, 不过利率会较高, 约为5%以上, 所以建议还是全款买房比较实在。 以上, 欢迎关注泰国投资小圈子, 每天都有新知识。 我们来不出席。